各位好,我们闲话少叙,书间上文 既然这个血缘关系是食与被食 或者说食与共食的关系 那么同吃一种食物的人 自然也可以称之为兄弟 那么要把这种非血缘关系的变成血缘关系 或者说亚血缘关系的 把别人,他人变成自己的哥们,朋友,姐们,闺蜜 变成自己的自己人 最为简便,最为便当的方法 就是和别人同吃一锅饭 就不要到人家去 我今天自己带饭来了 你们该吃吃,该喝喝 别把我往心里割 这样就太过见外了 由此几笔 上帝就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 比如在一起工作 在一起开会 在一起学习 在一起探讨各种问题 这都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福分 如果没有这种机会 也不用着急 因为你还可以请客吃饭 没有创造机会 那么就想办法去碰撞一个机会 中国人是最喜欢 最乐中于这种请客吃饭的事情 而且请客吃饭的理由 借口 题目 和这个机会 也多的不胜枚举 新搞了一家公司 要开张 会议开了多少天 要闭幕 有其他单位的人来参观 有别的人来采访 诸如此类 当然就少不了 要请人家吃一顿 即便是这寻常的百姓之家 逢年 过节 红白 喜事 家里的长辈 老人 做个兽蛋了 小辈 孩子 过回生日 有谁 不请客呢 不请客 你面子上挂得住吗 你请了 又有谁 不去吃呢 如果不去吃 再随了礼 会不会这个有种吃不回来 又有种心理感觉亏的话呢 这种心理 所以啊 有请的就有吃的 还有这个过去像升了职啊 涨了工夫 这个呢 肯定要请 但是现在呢 呃 都是提倡这个啊 表面上啊 要不要铺张 浪费 那升职 加薪 就小范围的 聚一聚 就可以了 不要搞得像原来有个笑话 说是 后边有个大胖子 在追前面一个瘦子 这个瘦子就在前边跑 这个胖子啊 就在后边追 一边追 一边喊 抓住他啊 快抓住他呀 不要让他跑了呀 哎呀 哎呀 太胖了 这个 追不上人去 但是架不住他这一喊 马路上的人啊 大家以为是 偷了他的东西 或者说是 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个时候啊 人的 人心还是比较善良 就都来帮忙 大家七手八脚 把这个瘦子给按到了地上 这个胖子从后边追了过来 一把踩住 瘦子的脖领子 你跑 你跑 你跑什么 你跑 发了奖金 你不请客 你跑 你跑 你跑什么 当然 现在啊 也不会 上演 这样的好心人事件 大家的人心啊 都 隔得越来 越远 但是呢 帮 乔迁新居啊 发 呃 这个走出国门啊 留学 经商 自己的 至亲 至爱 啊 三鹏 四友 七姑 八姨 也会啊 堂尔皇之的 要求 当事人 请吃 七大姑 八大姨 大家一块 都上席 人来了呀 要 接风 人走了呢 也要 践行 有 小事 啊 好哥们 好闺蜜们 去 搓一小搓 啊 没事呢 也要 稍微 聚一 遇到 大事呢 那就 大搓一顿 这 这都是 联络 感情的 好的方法 没事儿 的时候啊 赵家 请了 王家请 哈哈 吃了张家 吃李家 但是 一旦 这个 遇见 急事 真事 要你 真出手 相助 的时候 这些 狐朋狗友 这些 酒肉 朋友 就都 不见了 踪影 咱们 这个 华人 啊 大约是 世界上啊 最爱 请客 吃饭的 民族 似乎 很少 有人 想 这里面 到底 有什么 文化上的 原因 照这个 一般 人来 想啊 请客 吃饭 当然是 有好处 或者说 有求于人 没有好处 啊 有事 没事的 天天 请客 吃饭 那不叫 犯病 也叫 犯 傻 所以啊 中国的 一些事情 还是有些 怪 好 我们今天 先说到这里 感谢 谢谢各位的捧场 我们下期 再见